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午 主席 问个请叶部长 叶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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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部长好 部长我想在两三个礼拜前有一则新闻 就是说有民众应该是你的学生 然后在你的脸书上留言 说他用信用卡去买火车票 然后最后那个火车票不胜疑失了 但是因为我们铁路局是认票不认人 然后他认为说他受了委屈 在你脸书上留言 然后你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请问相关后续的发展 你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 看起来是小事情 不过也关心民众的这样一个权益 因为我看应该是您发的新闻稿上面 也说你重视这样一个问题 要铁路局来研究相关的措施 能够保障民众的这样的权益 那就后续的发展如何现在 因为他那个通常我们目前是认票不认人 那铁路局 当然那个是他用信用卡买 如果他用现金买大概就没有这个问题 他也不会去要求了 铁路局经过内部的演绎 他们觉得还是维持现在的一个制度 对作业上比较好 如果说 但是如果他这个找不到票 到时候他票找到的时候 他可以退票没有问题 可以这样 那部长我觉得是很可惜 因为我看到你 加工部长当然管理大事情 也有管理小事情 那大小的事情实际上关心民众的事情 都是一件 对 重要的事情 那我看你也 非常的慎重的又发了 我在猜应该是你主动发新闻稿 没有没有不是 然后 是刚好有记者看到了 新闻也报导这样的事情 你也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非常可惜在铁路局还是采取相关的 比较趋向保守的这样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铁路局来说明一下 其实我是比较注重部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因为你现在是管理整个交通相关的事业 那没有错 那实际第一线是在铁路局 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是 那反映出部长你重视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心声 那当然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信用卡等等这样的交易 比较明确的 他不是用现金买卖 那我们不会去讨论这件事情 那部长去重视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是非常的遗憾 到最后还是你采取一个比较 比较保守的一个看法 我想跟委员报告 这后来的发展是这样 我有请台铁局研究这样的情况 那那个网络上呢 也有两派意见在上面 那部长 我之所以用这个来当引言 就是因为我想今天 即便我们讨论的是博弈的相关的法律 但是许多委员同仁都提到 舞阳高教桥的相关的问题 那当然大家比较注重的 第一个是他的安全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卫装ETC的民众 他本来是用规定两个月的劝导期 那现在我刚刚议 现在部长也从善如流 就是在为全面采取继承收费之前 你们都是采取补缴不法的 对 那第一方面我们要肯定你也从善如流 看听到这民众的心声 第二我们要说明就是 其实这个是一个政府应该要去做的 就是为全面继承之前 本来要提供人工收费 跟ETC这样收费的相关的两套你都要提供 这本来就是政府应该要做的 你不能政府不做 政府不管你用什么原因疏忽等等 你不做 然后结果你要去处罚民众 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府执政行政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谢谢委员 那部长 我在这里要请教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博弈的相关的法律 那我们看到今天是委员版的一个草案出来 那我们尊重各委员的提案 那我想这个案子 如果到非常热络在讨论的时候 势必每个委员都要面对这个产业跟道德 还有一个生活的价值方面要做一个 每个委员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表态的问题 那除此之外 我相信每一个官员也要在这个态度上 即便这个是委员的草案 那我想每个官员要面对这样一个博弈赌博事业 赌博这件事情要做一个表态 部长我想要请教你 我们现在撇开这个委员草案不提 你个人账不赞成鼓励民众去赌博 我当然我想没有人会鼓励民众赌博 但是这个是需要高度管制的一个事情 部长所以你陷入一种你不鼓励这个行为 但是你又希望透过一个管制的方法来处理 我想这个里面是这样子 以新加坡澳门为例 部长 对那你简短回答 对新加坡澳门为例 事实上像这个我都有去参观过 那事实上那个赌值是很小的一部分 非常小的一部分 它的95%不是赌 所以重点是中间有这么一个赌的这件事 可能有一些人去赌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是去赌 部长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如果中间只有百分之一点点 5%或8% 百分之10%是赌博 那其他事实上不是赌博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说赌博在这个发展观光上 是没有那么重要的地位 那我们本来就可以借由其他90% 80%的观光事业来吸引顾客 这不是陷入一种矛盾吗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部长我们现在如果要发展到准许设立赌场的话 都是挑在离岛 其实这里面事实上有一个偏沿地区或离岛一个悲哀 部长如果站在你是站在一个观光事业主管机关的首长立场来看的话 如果离岛有其他更能够发展他的观光事业的首相的话 站在你是一个主管立场的话 你会选择发展其他的事业或者是把博弈把杜博把它放在首要的位置上 我想当然我们不会把博弈放在首要的位置了 但是像新加坡澳门的这个经验就是说 因为他有这个国际观光度假村里面有一个博弈啊吸引了非常多的其他的人潮进来 所以他可能对吸引人潮是有帮助的啦 那至于这个因为他为什么设在这个像离岛呢 是因为当初离岛建设条例通过这样的一个 对啦当然离岛建设条例通过 我现在是讲一个身为首长的一个价值判断啦 那部长我们在这里面是像是这种一种很无奈啦 那我们当然离岛地区包括我们台东县也有离岛地区的民众 包括离岛离岛跟蓝宇 我们离岛地区当然长期来 他生活的水平包括医疗包括教育包括交通等等 他是处在一个比较次等的一个地位嘛 所以大家不得不有时候想说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赌场的设立 看可不可以提高我们一般的基本的生活的水平啦 我相信如果我相信如果离岛地区的生活水平 大家都已经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那那是不是会选择赌场的设立来提振他们的产业 我是非常的执意这一点 我想身为主管机关也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 我现在其实比较好 当然现在是草案大家在讨论啦 是大家发表意见 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我们身为 我们一个领导团体 现在一个无论谁在执政 执政党他都有他的核心价值 他到底他到底把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 他什么样是放在他的首要嘛 你刚提的是新加坡等等 这样的国家他吸引产业 这个我不予置评 但是我相信台湾有他台湾的 他治理国家 他带领台湾一个核心价值 我现在比较在意的是 部长你身为这样交通部长 你的核心 你这样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你要发展观光的核心 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我想就观光发展 当然这个这个博弈不是我们希望强调的 绝对不会是 那事实上我们是做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就是在离岛建设条例下呢 因为赋予离岛有这样一个权利 那结果离岛也公投过了 所以我们就要急的要去立法来规范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去规范这个事嘛 那至于博弈这件事情呢 会对这个马祖啦 或是对其他离岛带来什么样的绩效 什么样的效益呢 他们现在在行使权利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希望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可能的负面效果 尽量的呢 把它管好 不会发生这些负面的效果 不然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 博弈 就是赌博相关的赌场设置的相关法律的政策 法律的定定跟政策的行程 跟他到底最后是不是会被真的会设立赌场 我相信还有一段时间啦 那这个问题势必 大家会对这个问题都要有一个态度啦 那今天当然只是草案大家来讨论啦 所以是我比较 这样的草案 我当我们就提过是尊重委员的提案权 但是我们比较在意的是身为主管机关 你刚提的是 你根据外国的经验来看 他赌场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 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五 他整个音乐 那他透过其他方法来吸引观光客 那我觉得我还是在强调 所以这个就让我陷入一种非常的 我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那既然显然那个来赌 只是吸引观光客很小的一部分 那我们有必要把这个很小一部分 把它放大到这样一个程度 当然我想那个至少那个像新加坡 以李光耀这么有瑞士的一个领导人 他以前是坚决反赌的 甚至说过说 他在这个如果他离开这个世界 在坟墓里翻 除非让他的身体自动翻身 他才会愿意开放赌 结果最后他还是呢 好决定要开放赌啊 所以可见呢 这里面呢 不是啊 其他世界各国比李光耀 瑞士的领袖还是很多啦 不过他们不一定会采取李光耀这样的态度啦 那我在想 我在意的是我们台湾领导者的一个基本价值 核心价值跟态度啦 我要说的是这个 啊李光耀 我不是新加坡的国会议员 我没有办法去咨询李光耀 他或者李显龙啊 好吧 这个问题当我们后续还是会有很多的反应 谢谢委员 谢谢我们刘兆豪委员的咨询